14号宣布调整价格 涨幅达到2.4% 而这也是麦当劳连6年调涨售价 万物欺壮的时代 不少年轻人都是月光族 专家教学两个 一定存得了钱的方法 将整个过程设计得像游戏 让民众爱上存钱 酥脆金黄的薯条 搭上一口汉堡 连锁素食龙头麦当劳 宣布考量营育策略 12月20号0点开始调价格 整体涨幅达2.4% 更是连续6年的涨价 其他素食业者更在观光中 日常开支便当一个120 首要印一杯就要80元 年轻世代很多人都是月光族 但是再不存钱恐怕翻不了身 专家教你存钱方法 循序渐进每周都存100元 逐渐累加整年50周 可以存到惊人的13万7800元 不过最后几周 单周主要存下四五千元 越后面存钱压力越大 还有长达365天的游戏存钱法 每天都可以选择不同数字 存入相应金额搭配消去法 就好像闯关游戏 手边全小时条数字小的去存 一整年下来天天累计 也达到六万六千七百九十五元 有点像是游戏机制的概念 你就会有一种这个打怪 过关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无形中你会觉得 好像省钱其实是一种有趣的 反而还会有成就感 大人也推荐每日都将硬币存进铺满 年底杀猪工成果很可观 不过不管怎么存钱 最重要的都是持之以恒 达成目标将辛苦的血汗钱 留在荷包内 就有点证据问题台北报导